欢迎世代会25号是继续进行市政总质询 市民代表蒋邦法 关心了大城地区道路拓宽计划 要求施工所建设客要积极推动 让大城社区能有发展建设的机会 另外也特别针对了重阳敬劳金的发放 蒋邦法认为像是在比赛谁的钱比较多 根本就失去了意义 市民代表蒋邦法为大城社区的开发建设请命 针对荣家旁往嘉南路方向的十米宽道路 蒋邦法要求施工所要积极推动拓宽 才可以让大城地区有繁荣的机会 荣家跟大城新村旁边的道路 能够在施工所跟县城府在合作之下 比照新兴路赶快把它开通 连接贯穿 让生活圈更便捷 那条道路已经很多年了 那你先没有把这道路开出来 我在想里面的都根啊什么那些都是空话 你道路先出来嘛 那老百姓才会有诱因 或是有建商他们认为 这边既然已经很方便了 他可以再去合纵连横去谈那些 大家来一起改建的问题 另外针对重阳敬劳金的发放 蒋邦法他也有不一样的看法 台湾的三级政府好像都在拿老百姓的钱 在做自己的功德一样 在那边比赛谁发的钱多 也不想想说我们到底这个有什么意义在 我们老者也不是绝来死 这个就是说要量力而为 还有适当的鼓励 不是几岁几岁人在比赛 这边65那边70那边比 我觉得看了非常生气 施工所建设科长徐国成说明 荣家旁的道路拖宽计划 已经提送县政府 待上级单位审核通过 就可以再向中央来争取经费 执行地方的建设工程 这旅会欢迎市报道